接眼天朝的崩溃 各位啊 听过前几讲的都知道 这场仗啊 从广州打到福建 从福建打到浙江 这一路打一路败 那可真叫个全线溃退 清军那叫一个溃不成军呢 说明啥呢 别管怎么央求 别管怎么侯 这清军在军事上毫无希望 这场仗再打下去 毫无意义 为啥呢 结局明摆着呢 就好比说让我跟泰森打仗 我怎么鼓舞刺激 我怎么牛 我之前怎么吹 那还是一拳让人搂倒 这是很简单的事 可问题是啊 东南诸省的主帅 根本不敢跟皇上说实话 为啥不敢说实话 一来 道光根本不愿意承认失败 他就是个玻璃心 他就听不得谁谁谁打败仗 二来是 你也不能说自己打败仗 这个时候谁说实话谁先死 齐善和伊礼部的下场明晃晃的在那摆着 大权在握的道光皇上也是一直蒙在鼓里 或者说他一直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当中 那说大清朝就完了吗 就真的谁也不敢说实话吗 这个时候蹦出一个人 我们同家 我们本家 浙江巡抚叫刘运科 他站出来说了句实话 刘运科跟玉璇俩人是哥们 曾经跟玉璇一起参与过定海镇海的防御攻势 而刘运科跟玉璇一样 都曾经是非常坚定的主战派 可是浙江战败 遇迁自杀 给了他当头胖鹤 他这几棒子把他给打醒了 说这个真不是咱们哥们能干的事 英国人咱真打不了 在家里边思前想后 思来想去思左想右 想了好几天 他决定啊 这大清朝是肯定打不过英国的了 怎么办呢 想保住大清朝 只能上书道光帝 请和 刘运科给道光上了一道折子 从十个方面详详细细的说明了 清军根本不适合跟英军开战 其中就包括了英军的陆军 并不是传说中的不堪一击 英国人长得也不像狗似的 科系和爱朝后 根本不能弯 一走道就半跟头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而这一次啊 道光还真是多多少少的 有点明白了 认认真真的考虑了刘运科的建议 可问题是道光这老头他好面子 天朝上帮 跟蛮蚁小国 翻帮外国主动求和 我这面子上过不去 哪怕你给我个台阶下呢 他自己就没想想 之前英国人给了他那么多台阶 之前英国人给他那么多机会 他自己不珍惜 你怪谁呀 到这就好比说经常足球解说员 说中国队一样 留给大清朝的时间实在是不多了 这个时候啊 道光帝才想起来 哎 我是不是得知道知道英国是怎么回事啊 他国家在哪我得知道 听说浙江那边抓了几个英国的俘虏 赶紧叫人上浙江 你给我问一问 列出几个问题 问题包括啥呢 英国在哪啊 离克什米尔有多远呢 你说他那个出息 就知道眼不见这点事 英国女皇为什么是女的 那这个你们女王结婚了没有啊 是不是单身呢 他对男人有什么要求啊 有什么择偶标准 上不上《非诚勿扰》啊之类的 一系列 这个乱七八糟的问题 要说呀 这个英国女王他老公是谁 可能道光没办法搞清楚 可是关于地理问题 他根本不用问 康熙时有一个传教士 各位可能还记得 叫南淮人 他画了一个昆虞全图 这上面就标有英国 而且明朝时候 昆虞万国全图 也把英国标的清清楚楚 明明八八 只不过呀 英国人自己画的地图 是拿来航海的 做马门的 甚至用来作战的 可是这两幅地图 这时候干嘛呢 在库房里边睡大觉呢 当文物给保护起来了 也就是一些文物专家在那研究 说这个画工啊 值不值钱呢 值多少钱呢 也就是啊 按现在话说 可能就是马卫都 刘一千这帮人在那研究 正事根本用不上 想来想去 说道光觉得说 你说我要是就这么跟英国人求和 我这脸上实在挂不住 我自己掌个台阶下行不行 咱们再跟英国人打几仗 你就是偷摸的 偷他的个钱包 咱也算赢了呀 咱也算有战利品呢 哪怕你小胜 小胜 然后咱们再讲和 你看这我打赢了 行了大哥原谅你了 不怪你上我们家来 杀人放火来 咱们谈谈嘛 你这样也行啊 那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啊 道光觉得还得打 那谁去打呢 他派了一个人 这人叫齐英 带领之前被革职的伊利布 去了浙江了 如果有必要的话 道光给齐英一道秘址 说齐英啊 你专门负责跟英国人谈判 怎么谈怎么合 这时候伊利布干啥呢 伊利布之前不被革职了吗 冲军发配了吗 在张家口做苦力呢 这时候一道圣旨 特别郁闷 这伊利布千百个不愿意 他再不愿意 他也不敢抗旨不尊 所以没办法呀 跟着大军一路郁闷着南下 可是这齐英要是到了杭州啊 有一人就害怕了 谁呢 伊京 他怕呀 齐英夺了他的权 所以连忙上奏 忽悠道光帝 皇上你不用让他们来了 麻烦 老齐来干啥了呀 来了他也没事干的 我们已经把英国人打得大败了 战船都让我们烧了 哎呀 这诗行遍野 我们这忙不过来 没时间接代呀 而且现在英军干啥呢 他们都退出了震海和宁波了 都让我们给打跑了 你说你来了 我们这正重整旗鼓的 收拾收拾啊 又又抓俘虏啊 又捡漏啊 又统计缴获什么 我们忙的很呐 在英军的战报当中就这样 永远是大获全胜 敌军伤亡是含糊不轻 你根本没法戏场 而这一道一道的正胜利的奏折 就像阴影一样 遮蔽着城市一个 接着一个丢掉的真相啊 这道光帝一看 一经这奏报 行事大好啊 行事大好 我还跟你谈个鬼谈呢 你都让我打跑了 我再上你谈 我不见吗 于是他就觉得呀 派齐英主动上去和谈 就没必要了 随即就让齐英去广州了 只留下伊犁部协助易经 可事实上咱们刚才给各位说了 出门左转 回听前面的 英军在宁波 镇海 定海 那已然是大获全胜 接着主动撤退 为什么 咱们得讲 如果英军要想在中国 得到一定的优势的话 或者说想签订一些不平等条约 他得在军事上把你打扶 得让你扶得死死的 他得把你按得死死的 就是你碰你都不敢碰我 这个是英国的外相一贯的手段吗 那他现在派的英国衍政军才七千人 滑了滑了 加陆军在一块不到一万人 多说一万来人 那这点人 你想占这个占那个 显着兵力就分散了 于是你发现在整个鸦片战争的过程当中 这个英军的战法有点像游戏队 打完了这 我就撤 然后我在哪那 这一打一撤中间 给各个城市的主帅留下了这个口实 说你看撤了 让我们打跑了 就帮着从客观上帮助这个地方主帅来忽悠到光 那么英军收缩兵力下一步他要动哪呢 1842年5月18号 英军向浙江小镇诈捕发动进攻 而且你不用想轻松拿下 诈捕的防御攻势虽然是马马虎虎 可是这次战斗啊 你别说清军还真是像打了鸡血似的 涌了一把 为啥小镇呢 小镇寡民 小镇小兵 这个中国有句话 叫做好汉护三村 好狗护三林 我这哥们弟兄 媳妇小姨子全在我身后呢 如果一旦我窃战的话 英军进来指不定这帮禽兽能干什么事啊 所以啊 哎呀 为了这个家 不是国了 那就是为了家 拿菜刀我也跟你干 英军付出了九人阵亡的代价 就这场战斗位列鸦片战争当中的第三位 而攻陷诈谱之后 英军下一个目标就是吴松 也就是今天的上海 1842年6月8号 英军修整已毕 开始进攻吴松 吴松的防御攻势啊 不亚于厦门 由两江总督牛建亲自坐镇 牛建是被认为是一个性格特别沉稳的人 只会若定 临危不惧 而且呢 任凭风浪起 我稳坐钓鱼台 可是啊 你说这个过去的评价 在这场战争当中 好使不好使 那不知道 当年还有一个将军叫敬逆将军 敬什么逆了 自己敬干逆事了 这么个敬逆将军 一开打 一枚炮弹落在牛建附近 几名士兵当场阵防 活生生把这牛建吓破了 他这镇静立即就变成了镇惊了 说这英国人的炮这么厉害的 打得这么准 差点爆炸死 咱们这位以镇静出了名的牛建总督啊 掉头撒腿玩命跑啊 总兵王志元一看 你都跑了 我留着干啥呀 我留着给谁种地 我也跑了 弱大一片阵地啊 只剩下年近七十的老将 陈化成和他手下八十多名勇士 最后陈化成带着这八十多名勇士 全部以身殉国 这场仗打的那叫一个悲壮啊 可是悲壮有什么用呢 悲壮之后还是一败土地啊 占领上海之后 英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军事补充 兵力从不足五千 一下子变成了一弯 稍作休整 顺长江直奔重镇 江苏镇江 此时镇守镇江的 就是京口副都统海灵 对于防御啊 这海灵是颇为上进 但是呢 他是个副都统 都统他还是个副的 除了把城墙修修补补之外 别的他也做不了啥了 海灵曾经打算呢 跟这个牛建借点钱 说你借点钱我改善一下 我把军饷发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士兵总得吃点肉吧 你说肚子都吃不饱 我打什么仗 我打个大和尚 我打仗 结果这海灵反遭牛建弹劾 被降两级留职查干 你说说 这牛建看来不仅震惊 而且他还是个守财奴啊 这一次啊 英军是过于自信了 为啥呢 说这仗还怎么 这家打仗吗 这连军事演习的 这个激烈程度都不够啊 海军基本上没怎么掩护 陆军跟着就往上冲 在英军炮击之下 清军在城外的部队可以说一触击溃 可是啊 海灵率这1600名八旗兵跟你打巷战 各位啊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巷战永远都是伤亡最高的一场一种战斗形式 就是说啊 伤敌1000自损800这种功夫 就是你不管你这个单兵素质有多高 你的装备有多先进 你永远不知道哪个胡同会出来什么东西 哪个窗户会飞出来什么玩意儿 所以你看抗日战争年代 在一些村子里边 尤其在河北平原上 一些村子里边打巷战 那都打出了名了 什么地道战呢 地雷战呢 什么麻雀战呢 挑帘战呢 各种各样的战法 为啥呢 因为他形势太复杂 我战的是天时地利 你呢 你不知道我有多少人 你也不知道我的军事部署 而且我走的是非常灵活的战术 你这个胡同我杀完你两个 转身进胡同我就没影了 你上哪追去 胡同那么深 你敢追进来吗 追进来你绝对吃大亏 两头一堵中间巴巴几枪 你就完了 所以不管在什么年代 巷战绝对是非常残酷的一种战斗方式 这1600名八旗将士 城破之后退入巷战 很多将士流进最后一滴血 就这次战斗 清军的杀敌数量 是以往历次战争的总和达到了39人 清军付出的代价是数百人阵亡或失踪 因为一旦打到巷战 那就叫各自为战了 真是兵找不着将 将不着兵 你说为了保命也好 你说为了多杀敌也好 反正就是凭个人本身了 你说你武功高强 飞岩走壁 啪一个抖手标 啪一管袖剑 啪一枪你能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 就是这么玩了 战后 海灵全家自尽殉国 海灵这举动啊 看上去也是应了那个词叫悲壮 可是悲壮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 他只有在情感上能够博得些许同情 在若干年后讲起来这个故事能够骗得一些眼泪 可是对于当下实在是没啥用 另外一方面呢 他跟很多将领是一样一样的 他也不是那种超时代的将领 他一方面呢 对下属啊 也比较苛刻 比较暴力 另外一方面呢 他对这个修成强啊 一个是真没钱 这个巧妇难迷 难为五米之锤 另外一个呢 他觉得修成强这玩意儿 他体现不出政绩 他跟很多人一样 他热情于抓汉奸 在抓汉奸上非常热心 禁止民众出城 早晚走路 如果我认为你是汉奸 我当街我就可以把你杀死 一时之间呢 在这城内是满汉矛盾激化 甚至有的民众觉得什么 说这个英国人他都不是敌人 英国人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老百姓是单时呼将以英王失衰 你赶紧把这海灵给我杀了吧 你看我们过这道傻日子 你赶紧进城把这海灵给我赶走 我怕这英军早日解放我们县城 你看看 失去民心 这场仗怎么打你都打不赢 要不说 咱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走群众路线那就对了 陈毅将军当年有句话 就是淮海战役的胜利 那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 你说我部队没有吉养 我的后勤补给线过场 我缺乏民工 你看看一家三口 一家五口 集体上阵 给部队送吉养 甚至有的飞机轰炸把老百姓炸死了 这当地的眼泪一抹 接着往前推 非常之悲壮 其实这样的事不仅仅发生在淮海战场上 在敦克尔克大撤退 那时候各位都记得吧 二战时期 英法联军被逼得无路可走 退到海峡 就是敦克尔克大撤退 在敦克尔克这地方 当时英国首相不就说 把孩子们接回来 一时之间 你想想 英国全民出动 贵族开着自己游艇 能多接一个就多接一个 祖孙三代上第一次工业革命 那种涡轮的那种 还烧煤的那种外挂式的轮船 糊涂糊涂糊涂 就出海去接兵去 为啥 民众的支持 所以你看 不管多强大的王朝 你失去民心 你早晚得玩 不管多弱小的一个小力量 只要你有民心 就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个道理很多人懂 但是很多人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个海灵就是典型这样的人 所以你说 他在这个原来的城里边 又是禁止出城 又是当街搜捕 又是当街杀人的 你说老百姓支持你干啥 所以你看看 满清统治者 对他治下的这个汉人 你说是皇上是 又是汉学家 又请汉人当老师 又重用汉人官员 可是下边那些满清奇人 他还觉得自己高人意的 他还是瞧不起汉人 还是忽来和去的 你就是我们家奴才 所以对于海灵这样一个英勇 欲血奋战 欲血杀敌 这样一位人物 你说历史上该怎么评价 你该怎么评说 你如果说他是民族英雄 也没错 他真是全家进节而亡 可是他进的是谁的节呢 他效忠的可是大清朝 他对汉人极其残酷的手段 再加上他对手下人那么苛刻 你说这个人 他到底是好还是坏 所以说回来为什么我要讲天朝的崩溃这本书 那就是这本书里边 原原本本把当时的史料 把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和一些历史的真实故事摊在人们面前 所谓是非功过 自有后人评价 所以在这里呢 我也不给每个人贴标签 戴上各种帽子 或者说呢 给他各种脸谱化 他一定就好 他一定定就坏 我多给各位讲些故事 讲完了之后 好坏 您自己在心里琢磨琢磨 镇江被英军攻下之后 硝烟散去 那真的就可以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了吗 中英之间真刀真枪的这场鸦片战争 真的就走向尾声了吗 完全没有 远远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后边还有什么仗要打呢 咱们下次接着说